外面的世界是什麼 我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地方才有意義的 大家應該知道 創他的輸扣 創他的輸扣後後呢 是不是我們後有一個輸扣 拿出一個環案來 拿出一個地案來 是不是 政策要完完對不對 但是 要政策完完進進 是不是要去輸扣 大家有在輸扣 還是說自己要滑手機打電動而已 這可笑的 現在電主時代這麼進步的 但是那個進步是要幫忙人進步 人是要去運用這個電主的產品 不是快要去運用 我看捷運站也好 走路也好 吃飯也好 都在滑手機 我不知道意義在哪裡 你要運用你的平板 還是說你的iPhone什麼 手機還是怎麼樣 你要去運用它 那裡面有沒有連結很多 能夠讓你大腦 破壞你的大腦細胞 你有什麼 好的idea出來沒有 創他的輸扣出來 我們去運用這個 電主的媒體 那有意義是不是 不是人家在玩電動 看什麼戲劇 那我告訴你 在家裡看就可以了 我們要瀏覽的時間 我們要瀏覽的時間 把它繞起來 看喔 網路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我們要去了解 去吸收 那是不是 電主產品的主要 我們要有這種 運用的這個目的 是不是可以運用的目的對不對 我覺得創意的思考 就是說 你看看 Creative Thinking 這個Thinking Ing是什麼意思 同學姻母都知道 Ing就是 一直進行著 你不斷的就是你的思考 就一直在 你在砰 我們在開車 你就砰 就是引擎 一直發動 一直在想 但是不是 在行空萬里 我們還要把它收縮回來 你什麼好的生活 你要把它記錄起來喔 記錄起來 看什麼好的資源 我們還去吸收 參考資料 後面的資料 日本的資料 我們就有一個 這麼好的政策 這個制度 拿出來 對台灣 對社會 對我們的人生 是不是很有意義 不是說我們在發手機 我不知道在發手機發什麼 像我在捷運站 我都在看 英文教學啦 不然我看現在的新聞什麼 還是說有什麼新穎的東西 這個才會發揮我們大腦細胞的功能 還有 這個Project Proposal Citizen 就是說 我剛才說 你有輸購 就像是碰你的碗菜來 要炒菜 炒好吃的菜 也有世界頂級的那種美食 對不對 但是你要去研究 不是說我青菜 黑白炒 我就是世界的美食 這個藝術的比喻是這樣 本來我是說 我現在的 這個大工 本來是分做五種 我們工師都有去開花 有說 你要講的這個內容裡面 你提出三項重點 我回去整理 我來討 大家可以對我討最好 分辨是非善惡 你現在能不能分辨是非善惡 這個環境裡面 記得中國的這個體制裡面 啟發無限潛能 每個人都有潛能喔 是因為這個 流亡的這個 教育制度喔 讓你不可以有疏忽 讓你覺得自己 人家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你有去想法嗎 絕對有 只是你有去用 把你的潛力 你的想法 把它扶在桌面上 讓你 大家都知道你有這個潛能 再來行動管理解體 我們有這個 知道分辨是非 還有什麼 好的這個 創意 拿出提案後 提案後 我們是不是要 政策要實行 政策實行 就是要有一個 好的管理方法 是不是 你整個整體 點線面都固定了 那才有效啊 我們推行的政策 就是要這樣嘛 是不是 我先來講 什麼叫潘朵拉的故事 潘朵拉是一個 那些 那些 那些宗師叫潘朵拉 他有 給潘朵拉一個 不要啦 說你不能打開 潘朵拉 人家都是說 都是這樣啦 你叫他不能打開 他就偏偏要打開 那 如果打開之後 就知道所有的什麼 災難 疾病 還有厄運 都來了 這就是要考驗你 是不是 能夠聽從上面的指示 他叫你不能做那些事情 你偏偏要去做 像亞當夏娃對不對 像亞當夏娃不能去吃 那些 你偏偏的水果啊什麼 都可以吃 你就不能吃一張手 就有人要去吃的意思 這樣就 死灰就來了嘛 災難就來了 那我要說 潘朵拉的盒子 你掀開 這個 在中國體制 潘朵拉的盒子掀開以後 你才知道說 他們那些是重生的東西 我們怎麼來了解中國人 中國人 因為 我們 一九四六年 一過十年 沒根據台灣人的議員 我們就叫你要做中國人 這個要七十年 這個體制 請問 你有黏到中國人的 捏到中國人的 一片六個塑膠的 好拍蜜 有沒有 你敢說沒有 我就有了 告訴你沒有 我們都要跳脫出來 你想看看 我們先來了解 日本天宏 統治方法跟中國人 生不一樣 我先來 因為我們是日本 我們是日本天宏的皇民 我們對日本天宏 日本天宏 一定要了解 給你思考 這個 希臘子跟有時客戶 什麼不一樣 我現在來說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來源是說 去年 好像 秋年 那個 一個小明目散心的 國基版上課 我把他的精華 內容 把摺要說出來 摺要說出來 這個就是 建國之神 大國主 就是日本他們建國的基神 這個是天造大神 他也是在關日本的某某所在 他是日本的天神 裡面的三個 他就是天造大神 天造大神 他就是天皇的祖先 他再來就是神武天王 第一個日本天皇 他問他 他要向他請教 你是怎麼在你 那部分 國家的人民 他就向他請教 跪拜 他說 你啦 這個姻 你是那個 有時 有時何苦 在通在你的人民 我呢 我天造大神 我是用 世辣子 這是外來語 有時何苦跟世辣子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世辣子 這就是 那個羅馬平音 世辣子 這個有時何苦 世辣子就是說 我告知人民 你們知的權利 教育你們 讓你們頭腦 你們大腦 有思考 有學識 有進步 這個有時何苦就是說 你是我的 我擁有你 就好像你現在你手上有手機 擁有你 我要把他彈掉 要怎麼算人 還是說 要怎麼比 那是我的自由 就是說 你是我的附屬物 我是你的主人 你要服從我 他們中國教育就是這樣 這是日本天皇的 那個他統帝的方法 日本天皇 受命這個政務官 他相信政務官 也愛惜這個人才 授予政務官 以這個權利 你同政務官 來自天皇 對他的信任 愛護 他同樣 成命於天皇 對不對 你也是一樣 愛惜你的人名 知的權利 教育他 讓他發揮他的才能 了解這個人的需求 讓他知道 第一點次都要知道 也要知道 他頭腦有輸給他 你怎麼教他 做不到事情 你要怎麼 給他改革的機會 這就是一尊 人 人民的存在 愛護人民 最根本 天皇統治的方式 就是這樣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就來了解 日本天皇 因為還有很細的地方 大家不嫌棄的話 你可以 打我的名字 然後 台北周 我有很多演講 你們可以把它點來看 其中有一節 也是講到 日本天皇 這個type 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網路點來看 我給大家看這是什麼 大家看得到這是什麼 這是世界年代表 你看 我們有一個國家 那種 起起落落 就是 他起 他變國王之後 他被人變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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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人變國王之後 又被人推翻掉 新的國王又怎樣 女士不爽 為什麼 我剛才說過 他就是跟人民動作什麼 你是我的 我開心跟你怎麼樣 你是我的主意 人民會不爽啊 我要推翻你啊 你對我不好啊 你勞力糟蹋我 撥銷我 還要種稅 我當然把你打敗啊 打敗他做國王之後 他也同樣用他那種方法 統治人民嘛 他們就沒有概念 他們 備受前朝的屈辱 他變國王之後 他又要去欺負他底下的人 就英雄苟且 他們的歷史都是這樣 你看 都換台 我們來看中國跟韓國 中國你知道 他就是這麼多囂台 啊至於說那個 中國雕台裡面 有一個 他們叫做元朝跟清朝 這剛才外國會說 他們中國師兄 是怎麼在想 他們的思想 是怎麼 怎麼樣的這種 頑固不明 對我自己說齁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日本 來來看 天皇 來來看一下齁 這台我給他放大 他有給他翻到哪裡 他有改朝換代嗎 我們來看 你看 各國的國家 他都改朝換代 為什麼日本天皇 他以這個制度 自他們這兩三千 這個歷史來講 他們有給他 會獨到 有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原因我剛說了 我剛說什麼 他就是 教導人民 愛護人民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概念 你如果要做一個人的主管 你要用什麼方法 你跟我說 你要選中國人的方法 還是要選日本天皇的公法 對 所以我要給大家了解 他們是怎麼代理他們的國家齁 我們要開始齁 到底齁 我們也是要說台灣 為什麼要說日本天皇有關係 我們先來講 日本台青跟那些雕仙 怎麼跟台灣還有關係呢 就是因為齁 這個兩個大的國家 都在整那些雕仙 看雕仙這個地方 你看 那個日本 由雕仙過去才由中共 所以他們是一個橋樑 橋樑 橋樑 所以我們會經濟這個雕仙 雕仙這個地方是 一個很好的一個算 戰略的地方 海洋跟大陸 這兩邊 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你通過了朝鮮 就可以到另外一個陸地 他們兩個就在整這個朝鮮 坐坐 不然你不要坐 大家都不要坐 我們就訂一個 日清的天津條約 現在齁 條線都這麼判斷這麼多 一個國家亂七八糟 就說 你如果覺得他動亂 你通過我 他台青電口通過日本 日本通過台青帝國 我們再來 來 對條線的叛亂 我們再來 好想來紀鎮女平 結果 就一個 這個 一百九十四年 兩個都在喬喬 喬不定 你為什麼沒有通過我 通過我你說什麼 兩個都在請罵兵 請罵兵之後呢 就在這個 也是一樣 一個那個 他們的條線 一個 一個 一個圓口裡面 他們在商壁 在黃海的領域 商壁 旁邊一個 發生一個 這個封海 封島海戰 就 爆發出那個 甲午戰爭 請問大家 那些 台青帝國都是洋槍大炮 北洋艦隊 人家說看不到 日本 日本 可能日本這間就給我打敗 但是 你看看 他們 正式宣戰 1894年 八月 你 那個 大清帝國 投降 1895年4月17號 訂下關條約 就是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就在 隔年的五月八號生效 馬關條約 在裡面寫什麼 來 你如果 可以默念 都可以抬出來 順便 你們學習 就是 台青帝國 台鳳的八號 跟 那個 台日本帝國 台鳳的八號 這就是 日本天皇 英文是這樣 Emperor of Japan 請你把英文記起來 英文一定要記起來 他們 台青帝國跟 這個 台日本帝國 要看 要給他們 看出去的問題是什麼 裡面 教育什麼 對我們 台灣 有關係 就是 第二款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裡面的 第二項 第三項 跟台灣有關係 裡面說什麼 台灣的 全島 跟 福祉的 都市 跟 平和 列島 是平和列島 大天 都一棟 這裡有 英格蘭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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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尾島 跟你說 區分 這個地方 冬年 日本天皇 這樣 人家跟日本天皇 有了橋樑 我們是他的 黃民 這個 北紙 黑人 大家都說 那個中華民國 一直說什麼 你們 日本人 竊據 台灣 請問竊據 這是 白紙寫黑字的證據 這個是條約耶 條約耶 法律的依據在 這邊 你說竊據 是什麼竊據 你中華民國 台灣是怎樣 他才真的是竊據 他沒有任何條約 真正 那個 人家說 看要打人 人家是 他做菜 自己看 人家是菜 齁 要想清楚 你的想法要很清楚 我們就是跟日本天皇 有了連結 人家說 這個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的租款 之後 他就把這個 管理 給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叫做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叫做 日本政府 不一樣 他就 那個 日本政府 他就 積極的建設台灣 大家看看 主要是 造冊戶口 大清帝國 統治台灣 212年 請問 有人死在外面 你知道那些什麼 那是白骨 誰人嗎 你跟我說他誰人 我頭到 搓桶給你知道 搓桶給你知道 根本不知道 那個人是誰對不對 造戶口就知道了 你看 日本人在1895年 零有台灣 就在做戶口了 十年後 第一次普查 把台灣 兜兜兜大 在山的 在海的 在兜的 青山的 都會生死到 那些 那些 都會生死到 那些 都會生死到 那些人 那些人 都會生死到 那些人 有生死嗎 還是他們 爸爸媽媽 還是誰人 那些人 都生死到 那些人 你有吃毒嗎 那些地方都生死到 那些人 這是很大的功德 所以 你知道 大清帝國 是怎麼對待台灣 他都是在台灣 台灣以前都在亂 都在台人台灣人 因為台灣 沒有治理嘛 就是 亂嘛 戰爭嘛 然後你看 迦南大郡 你不要說 這縱貫線 那就是縱貫線 從 那個台北 跟這個人 現在 台鐵做的 那個縱貫線 我告訴你 那是我們日本人做的 那不是 台青帝國 他們做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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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鐵 還有那個鐵基 也沒有合覆 這個國際標準 你知道 縱貫線 那是 日本人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日治時代的時候 幫台灣建設到 加南大郡 加南大郡 大郡 大家都知道 加南大郡 你現在沒有加南大郡 你現在要吃的米 可能要進口 人家 好山好水 但是 你沒有人去把他治理 那土地都逼逼開 打瞌瞌瞌 要種什麼 沒錢 你如果要種東西 都去 橫橫的地方 你知道嗎 那些 蚊子 才可以 扛一個水 在那邊浇 你的農作物 你知道 你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五千 那時候 這個時代 他叫 李康妮 那時候 五千萬的立票 還有多加喔 那如果說殖民地 他要幫你做這個嗎 要幫你做嗎 他幫你搶水就好啊 他做這個要做什麼 他還在他家裡 台灣不是殖民地喔 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喔 等一下會再說 那 他在19 19年就開始 由內地延長 就是由他們日本 就是內地的生團出去 台灣 那個南沙群島 整個都納入 他們那個 內地延長的主義 在1935年 他連有台灣40年 就開始 大家知道他的建設 他到底做怎麼樣的建設 1937年4月1號黃明華 黃明華不是只有那一天喔 在那個下官條約裡面 我想應該是第五條還是第六條 他有講到 你要給你們台灣人思考 兩年的這個期間喔 看你是要做 大清帝國就是中國人嘛 還是要做日本人 給你兩年時間輸扣 如果你要賣做日本人 請你回去中國 用準給你送去中國 很多人都走回來啦 所以 這都給你輸扣喔 你要做 做什麼 決定都順利喔 我剛才說嘛 日本天皇 拜 就是 We talk這個政務官 政務官又 因為日本天皇 他的命令 他要給這個政務官 現在也要給他的人民 所以一樣要給他知道 你的意願沒有 不能強迫 要叫你做日本人嘛 他叫四五年 實行民地現犯的時候 台灣就變成 台灣人這個地方 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就等我給大家知道喔 來 先看這個招書 育人 育人天皇 這招書裡面就說 台灣 他統治 已經有那個 綜藝意願嘛 帝國意願 你有爭戰的權利嘛 你有參政權參戰權 賦予你是 等同於日本人 日本那時候說皇民的 一樣的地位 剛開始 治理台灣 還沒有國際 國際法的功能 你不能夠忘記說 你就是變我了 你一定要 國際上可以認同你 你實行了憲法 憲政時期 你就變成不可割讓的領土了 那個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體 都跟你說 是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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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跟你說 其實真正殖民的 我們的是誰 我就跟你說 他說 法白人是傻子 其實他自己是傻子 你跟中國人 他說日本人怎樣 是民地 怎樣 都在說他 竊戰什麼 是因為中國人在竊戰我們台灣 英雄 他自己 這種腐敗的思想 加注在台灣人的腦筋裡面 都給你們洗腦 你們都不知道事實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 知道事實真相之後 你就覺得 我以前真的是活在虛擬世界 我等一下會再講 我剛才說 內定延長主義 我有什麼說 日本天皇 那天就是開始 你要做 皇民幕 不然你就回去 我們 是 日本天皇的皇民 我爸爸 我祖父 那時候都是日本人 為什麼我現在要變流亡 這個政府 什麼中國人 我說得太平 我會被喘喘喘喘 我剛才還繼續說 你就會這樣去 我們 太平常說 馬上去就消去 我們要積極鎮住 我剛才說過了 我們再來說 美國這方面 他叫蘇伊林 這個美國太平洋戰爭 就是 日本人 叫美國跟英國 那時候叫做國聯 就類似現在聯合國 兩個列強都在 掌握日本的命脈 石油給他淨運 還是什麼 銀行的帳戶給他凍結 日本人這麼不爽 就有人說去 建議說去 不然你 就封鎖 那個珍珠港 是不要去聽美國比較好 你如果說 正經要封鎖他們 就不要去封鎖珍珠港 你應該 美書長有說過嘛 你應該去封鎖人油田 他就沒有油 他為什麼要開肥靈基劑 要怎麼做原子炸彈 這是題外話 結果嘛 你要這樣做 整整的 正經那個 兩顆原子炸彈 頭到那個長崎跟那個光島 那如果說正經沒有投降 那個日本天王公 有可能他們國家的王國 四分五裂 那只好投降 他犧牲台灣 他放棄 不走 不走走 他 他 變成說 這個 日本 這個美國就在打算盤 你胡椒天投降 這個 1952年 對不對 古今三合併條 要訂 之前 吃幾天 這個 差不多要 七年的時間 有在想空 這個 古今三合併條 用 對於 美國人的力量 他 這個過程當中有在醞釀嘛 但醞釀當中 他說 他投降之後 這個 琉球 跟那個 這個 台灣要怎麼處理 他們 跟那個琉球 是 美國人親自去占領 我們台灣 這麼衰 還 回到這個 龍門過 我們說 中華民國 他們一團 叫他們去台占領 台占叫賣帥 這都要記起來 我跟你說 這本 新台灣論文 我是有看 非常的仔細 在年代 還有他的 那個 演變 和他的那個 歷史 和法理 你如果要躺 可以這樣 頭髮 給他 不然這種 髮條 漏漏長 還要這麼複雜 你怎麼躺 我就會這樣躺 大家可以想 你會想說這個國家 你會想說 他的 他的位置在哪裡 他在那個地球的位置是什麼 你就更好記了 麥帥發佈一般命令 第一號 叫酒戒酒 在1945年 10月25 這個酒戒酒 都會 人生人說要光復節 大家有誰會跟我說光復節 和那個 戴戰令日 它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自己的土地 一個不是自己的土地 嘛 酒戒酒 他們自己自我陶醉 說台灣是他的 他說是光復 跟台灣跟他的 你白爭什麼給你啊 他叫你來台戰而已 怎麼是你的 哪一條說 發佈來賓說 我把台灣的主權 移轉到你中華民國的身上 酒精三和平條片 沒有寫 你為什麼一直說 一個開羅會議 如果說開羅會議 我肚子漏漏漏 他就是一個會議而已 會議就是說 我國家跟國家 在開會 開會達成一些共識嘛 大家握手握握的 有對外宣稱而已啊 他還有法律的效能嗎 有沒有 沒有啊 你怎麼說是 條約是在最頂層的 開會議嘛 大家說就算了 你說要把台灣 給他們的中國人 你也想說 美國你有台灣的租款嗎 不然你憑什麼 你要給這個中華民國 你台灣有地區嗎 你們家的地區要有你 我才能說我給他嘛 你沒有 我可以說得難聽 我會 亂講話嘛 我可以怎麼說對不對 噴過鬼嘛 他們就沒有憑什麼 說要把台灣 開羅會議廟 那個中國 我們現在來說 強迫 這個日期 請你把它記起來 1946年1月12號 我們現在還要去美國的訴求 為什麼把我們強迫 把我們當中國人 就是從1946年1月12號 我們去找回我們的國籍 我們是日本人耶 給我們兩年思考 我決定當日本人耶 你怎麼一夕之間 就把我們動作 把我們強迫 我當然要鼓你啊 還我們真正的身分來 還有這個 我們如果說到這個新台幣 舊台幣這個 又有很多的辛酸史 這個中華民國 他們就有企圖了 他比他身感 他們現在有的舊台幣 趕緊換台灣銀行券 再來呢 1949年6月15 才來把你這個所有的 舊台幣4萬塊 換成這個一元的新台幣 你看這就給你衝你知道嗎 他避開風險還可以大賺一筆 所以你們底下 有身家家財萬貫的人 一下子又變兩塊三塊而已 你們到財產再存一塊 他們中華民國又去換回來 哇這樣輾轉賺了多少錢 你看多可惡喔 你看這個就覺得這麼惡心 我們再來看1951年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最後終戰的時候 台灣的第一位 決定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就這個條約很重要 這個條約有51個國家 簽署 48國的國會同步 那他生效日是1952年4月28號 大家要記住 裡面的重點在哪裡 我告訴大家聽 雖然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這麼陌陌的 這三項就代表 這個重點宰處 我們今天要來講 Japan Reuncex All Right Title and Clean to Formosa and Precatoris 這就是平衡 那現在有這個英文字 所以這麼難聽 這是平衡 他說 日本喔 政府喔 Japanic government 你看我叫你要記的喔 這是日本天空喔 這個 All Right Title很可能就是 等於是 想要權 這三個加起來 他是組成裡面的部分 但是他不等於他 如果是要放棄所謂台灣的主權 你要講sovereignty 這沒有什麼啊 日本政府放棄這個 寧妥的管轄權嘛 他有說 我有擱讓給 save to say 沒有 我看你有什麼人沒有 沒有啊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 有你吃怎麼沒什麼 所以當期以來 是不是都騙台灣人 請問一下 10月25號 是光復節嗎 來 戴佔寧日 重點在這裡 齁 這是齁 你要記的喔 這是二米 一定要記的 二米齁 那四米是誰 美國軍政府 就是佔領台灣啊 他只是派蔣介石來戴佔領嘛 他有對台灣這個澎湖 有處分支配權嘛 所以因為這條嘛 所以就叫中華酒來嘛 台灣所有的立營 讓那個中華酒拿去 因為他奉那個 麥克阿瑟賣帥嘛 一般命令第一號嘛 他就 要怎麼吞到台灣的衛星來 再來看第三個重點 二十三個 白紙鞋子 主要佔領國 所以大家一樣 這也是這個新台灣論 裡面的精髓 重點在這裡 請大家要記得 日本天皇的 權力是被懸空的 因為 二次大戰 他們不管是 軍人也好 人民也好 效忠日本天皇 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日本天皇 他就像 在他們的 日本人的心裡 是像神一般的 崇高偉大 所以他就把日本天皇 他沒有廢他 那廢他的 把日本天皇 廢掉 哇 可能會激情 日本人 國內更大的反彈 他們 就 把日本天皇的權力 全空 全空不代表 他被廢除 台灣的主權 就不見了喔 他只是被 全空而已 他人有保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 你現在是 皇民喔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阿爸阿母 就是日本天皇 他這個概念 打開這個潘朵拉 你再想想看 欸 這70年 到底中國人 在台灣做什麼會 你有了解中國人嗎 來繼續了解一下 我再來說 剛才說什麼 這個希臘 這個有時客戶 希臘只是日本天皇 通在台灣方法 現在我們再來說 中國人 有時客戶 就是說 你是我的 我要跟你怎樣 要跟你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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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葬我這個 皇帝心想 中國他們的國家 立體都是這樣 就說N都又起來 N都又起來 這個中華民國 就說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問他們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會說N都不會 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 他們還繼續對他們 他們的人民這樣 你繼續看 我現在要來說 元朝跟清朝 大家想看看 他們歷代不是強調 漢人統治嗎 這個大家知道 陳其思汗嗎 陳其思汗是怎樣 他是蒙古族的漢 我告訴你 陳其思汗是當時蒙古的漢 怎麼會你把他當作是 你們中國人的漢呢 你是被人家 譚白說 我說到醜的啦 你是被人家幹掉的 人家把你幹掉之後呢 你就還要跪拜他說 你是我的神 你是不是有錯亂啊 你們覺得中國人有沒有錯亂 他把他 人家是把你殺掉 把你父母方面 把你羹都給你 QQ掉 人家說 人家自己 發表九評書 他說陳其思汗是 他的蒙古族的漢 他們中國跟 俄羅斯都是紀王侵略的 你還拜祟一天皇帝 他說 元朝是他們的朝代 大家來看看 你看這個蒙古族 這樣 從到東後去了 如果說 這是你們的朝代 那是不是他們 也有他們的朝代 這個陳其思汗沒有 聽到很多朋友 都是他們的朝代 你唯一可以解釋的是 人家說外來政權 把你的國家滅掉 你以後再 自己再成立自己的國家 所以呢 這個蒙古族 在日本 台灣跟印度 還有歐洲 他們是不受他們影響 反正是他們這個內陸 這個地方是受影響 歐洲我想是 這邊 是 東歐這邊是西歐 所以歐洲 其實在這邊邊緣而已 對歐洲的影響 沒有很大 但是 他們透過這樣的 的互動 在一些 在這一些文化方面 還是有互動 但是沒有完全受到 蒙古族他們的影響 所以大家知道 這大興帝國也是啊 太子把它滅掉啊 你說 你說影響兵入關 然後把你們整個 中國滅了 你說你這個 他的朝代 大家 聽不懂啦 他說 我後來中華民國又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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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這個 大興帝國王國嘛 那一陣大興帝國 引清兵入關 之後 變成那個 蒙古嘛 也叫你那個 大興帝國統治嘛 你 大明嘛 那時候就是 假如說 漢族統治也就是 不叫做明朝嘛 這樣 是不是 這個蒙古跟 中華民國 脫離大興帝國 這個 宗祖國來獨立 你這個 中華民國怎麼要去 親越人的蒙古 人家是自己 一塊自己的 又有土地 又有人民啊 那時候 那時候獨立是要有 大國 來支持 當初就是 蘇聯嘛 支持 這個蒙古來獨立 因為那個 國際的環境是很現實的 但是 按照法理來講 他本來就是 一個 國家 只說 那個環境需要 大國來支持 所以大家 經國來講 欸 你有想說 從這種歷史來講 他們中國的訴訟 是怎樣 他說 英國打敗消滅欸 堅消 你是我的朝代 你如果自己的國家 給我們滅掉 表示什麼 你們國家很弱嘛 你是哪邊不如人家 你反而要自我檢討 要怎麼改變 把這個國家 又提醒起來 你每次都在壓榨 你的人民 一代又一代 都沒有進步 你為了要演人耳目 就說 他是我的朝代 大清帝 其實 漢人喔 早就已經滿話了啦 雖然現在 他們 其實大天 帝國他們土地 也是被整個中國嘛 被人併入到中國 但是他們的文化 你看他們拍的戲劇 什麼 什麼賺什麼賺的 什麼後宮 什麼賺的 大清裡面 後宮那麼醜陋的裡面 這自己拍來給別人看 你覺得有沒有錯亂 他們後宮在那邊 珍寵 高薪豆角 中國人就是這樣 他給大家看 你台灣人看得嘴又開開 沒面子妙 好棒喔 甄嬛傳 喔 俗秀 跟大家都一樣耶 所以你們是不是水鍋裡面的水 大家看得到這樣 所以你們漢族 早就被滿族滿人化了嘛 你看他們的文化 那個中國乾隆皇帝 你看都在歌頌乾隆 他們怎麼會說 他們最喜歡的那個宣童 要歌頌乾隆 他們真的是錯亂 我們再來說 我們別說人在說中國人 他們自己保養 自己說自己嘛 他就不可以讓獨立的思考嘛 你獨立思考 變得聰明到 把我那個子孫 我建議的王朝 我的子孫 你就把它消滅掉 我把演奏堵 我把你當作當傻啊 我不會把你加啊 我把你打 把你錄 我開心 你是我的財產 因為中國人自己這樣說啊 對不對 人家來想說 要來說這個禁情 我們先來知道 來 中國的蔣工文化裡面 坦白說 製造的故意 你有念到嗎 你沒有染到中國文化 你來跟他說嘛 你會不會說大話說 這個人中國有溫暖呢 你會不會 不團結搞內鬥 你做錯 你會不會承認錯誤 我一直說啦 你要看台灣人喔 其實你可以看 大家有沒有等紅綠燈來看 到底 小小的地方 你能不能守法 雖然你覺得 你那討厭那個紅綠燈啊 一下子 哇 我要等一分鐘 可是人家就是乖乖的等 他設定就是一分鐘 一定有他的道理嘛 那邊就是車流量多嘛 這邊車流量比較少嘛 所以你這紅燈 都多人家一分鐘嘛 他要求你等 就怕你發生車禍嘛 你逛一逛要去 現在車一直來一逛 你不可以逛到 你就要耐心等候啊 他也是為你著想啊 你是不是有一點思考邏輯 要弄得很清楚 你認為說沒車 沒車耶 我可以闖紅燈 我跟你說啦 你習慣喔 要弘行喔 你到哪邊都會闖紅燈 考驗你自己 你去檢討一下 台灣現在啦 在拐騙嘛 詐騙集團 就達人說 拐好拐好拐好 那就是投機取巧嘛 你只說做胖的胖達人 也是 我說某某達人 都顧你那個頑竅的 這種道具的方法 他不叫你腳踏實地 你該排隊就排隊 你該排隊去買門票 你偏偏就去買一堆 這種黃牛票 然後去外套 還是說叫外面 叫人買 就有人這樣 你覺得 是不是達人 黃牛 是不是達人 看起來好像達人齁 我不用擺 我馬上你黃牛票 又比較燙 我又不用擺 你怎麼把人 去做投機的方法 大家乖乖乖 在擺買票 你就要去 你就某某人 就要去買一些 跟他們兄來告結 你外面賺 你看有利潤 你叫他 你叫他 說外面賺 說外面賺 都說的 大家會不會判斷是非善惡 只要把你的道德 才是大日本時代 把台灣 打到乖乖乖 那個好的 這個 人的平行 拜託 找回來好不好 拜託大家 我也在找回我自己 你不要說 我不會傳紅燈 我也會 我也在深思的 在觀望自己的內在 你要返求自己 觀望的內心 你才能進步 你知道嗎 我們來講這個 他這是要說什麼 中國的思想跟西方的 這個邏輯 到底都不一樣 他們在中國就覺得說 欸 我覺得他一個監督政府 如果網路 我投書過 我要改變什麼 這樣就夠了啦 怎麼說要需要有人來管呢 因為西方不是 就是要有 次序要有法律 訂法條來 不是說你在網路有什麼 弄了什麼監督什麼什麼 坦白說 你如果沒有建立法律 你就是人質啊 你現在 中國跟豪文我就 當有一個明君 我就國家會到興奉 那我當一個紛軍 我國家就暖氣 你不如把這個 法律訂也好嘛 都照法律來 你不管是紛軍 還是什麼 挖國軍 你紛軍湯夫照樣 照法律來 你就去給我做啦 我判死刑 這是什麼 要訂立一個法律 法治的國家 這個國家才有希望 才會延綿不斷啊 他們的西方說 你就是法 要以法治為主嘛 你不能人質嘛 我高興設一個什麼 網路網站 我高興設一個什麼 那我不高興就撤掉 他們中國人覺得 這樣也不錯 奇怪 還有這一次說 他們中國人 如果 小小的利益就要抽 他這是在說 東印度公司 背後的老闆是大英 就是英國人 他就賣給美國人 我說這是一個考題 他覺得說 這品質還比 給人好 還可以賣到一半 我怎麼不要賣修的 坦白你會賣修的嗎 我也要賣修的 你做生理人也賣修 我本錢要加 我就賣別人 我賣得多 我當然也好啊 聽說我也要賣 大家你想看喔 他們要賣一半是有目的的耶 抽稅啊 查稅啊 你就賺喔 這個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 跟大清帝國 跟你們中國 是夥伴關係嗎 你把好處 丟給敵人耶 你為了說 我要貪一些 這個公司 貪一些利潤 現在台商不是一樣 我來比喚台商 我覺得中國做生理好啊 但是你繳稅給他們喔 他們再來說要飛彈 要向著台灣 要打台灣耶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邏輯了解了沒有 你為了要貪小便宜 個人的利益 可以犧牲台灣的安全 跟台灣的利益 這群人 點點點 不自可服 有錢可以使鬼推磨 你良心何在 你對台灣這個土地 把你教養成長成 這麼樣的人 讓你有錢 有錢 有錢 有利益 你走到中國發展 結果去養一個大廚房 沒有啦 大野人啦 這樣對當台灣 大家有這種邏輯 有這個概念 你有良心道德 在哪裡 思考一下 中國智慧嗎 還是你有西方的邏輯思想 想看看 拜託一下喔 我們就說這個土地 你圍別人 其實你心裡 已經有這個 影響嘛 當你去罵別人 那時候 你就透過你罵別人 你就知道你的教養在哪裡 中國人都說 別人日本怎麼怎麼 其實在說他自己 日本竊具台灣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他說我們怎麼說自己呢 要笑死人 你有在聽 你到底聽情理 聽謊話 這中國人就是這個嘴臉嘛 坦白講 你是不是這個嘴臉 趕快反省自己 拜託 我們台灣人是前途無量的喔 以後我們要 建立我們台灣 一等一跟日本一起努力 一等一的邦國 我們就是跟 跟著這個 日本 一起努力 因為我們主權 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我們跟 日本是兄弟之邦 日本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們自己台灣人 本性也很讚 就是被中國文化 這樣越來越 越來越 都要塞了了 這麼遺憾啊 所以 在座有很多年輕人 還有你們 家裡有年輕人 叫他們過來 瞭解事實的真相 不要一天滑手機喔 一天到晚在玩遊戲 看電視劇喔 回家看就好了 大家看嘛 中國式的思想群怒 你沒聽話 我就把你 歐掉 開掉 他們都是這樣嗎 兄弟黨啊 一個是向著美國 一個向著蘇聯而已嘛 他們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告訴我 他們兩個黨 有什麼不一樣嘛 美國選擇利益 就選擇比較不爛 都一樣爛 來 思考一下 我也不用太解釋嘛 剛剛就講那麼多了齁 你怎麼對自己的國家 人民的嘛 你知道這個農場嗎 法輪功 活摘 內臟 給你滾一層喔 你動 給你肚子滾一層 還有帶便宜團 說你吃什麼 給你滾一層 你的腎臟兩顆都沒有了 網路有很多這種可怕的喔 你不要說那是假的喔 他們這個 直接挖 欸 你們做大腸鏡或是胃鏡檢查 都用麻油打一下 站在那裡都做好了 你不聽了 對不對 他們這是 爛爛把你 腳踩踩踩 給你挖 你說這個國家啦 這麼可怕 搭檔農場 怎麼虐待自己的人民啦 他們不過是集會 是練功而已啊 你自己心疏不正 以為他們要反叛嘛 這這麼可怕 我覺得他們喔 只是中國人民喔 也是覺得不敢啦 他們也是人嘛 對不對 我也希望他們幸福啦 你看他們有尊嚴 你看他們現在都有嘛 你如果在共產主義之間 扛扛扛扛 那不實在啦 你說經濟有多好 那你極權主義嘛 要怎麼多好 你換一個 下台又放一群人上來 國家的未來又不一定怎麼樣 因為你是人治 你不是法治國家嘛 你看國共裡面內戰死了多少 那官方資料 你騙我才六千八百七十九萬 這兩億就有了 他們中國人真是可憐啦 這現在他們有錢啦 都騙人嘛 這就一個團一個去騙人嘛 看你偶爾傳經待遇 就過去套招 給你錢騙了 他的手頭 這網路你怎麼都可以看 這骰子自己還 還錄影起來 公布在網路 他在搶一個東西 新鮑啦 你輸都在你輸 我這次報告都在你輸 我都我贏了 來 我們現在齁 現在超過十分鐘齁 我們把這個 這個鴨皮放一下 因為這個八分鐘這麼長的 但是我必須要 給大家看去判斷齁 你有沒有可能被惡魔 這來 按這裡 你有沒有可能被惡魔誘惑 因為一個中國的這個 體制裡面喔 從極權現在變成黑金政治 衝刺的以前為主 現在炒最熱就是 你的慈濟啦 哇 他們的財產有 一千五百多億了 哇 你一個中國的地方 這麼多錢喔 不免會讓你有一些遐想啦 因為我的土地都變更過 你如果說柯文哲講了什麼話 你如果是沒有 你幹嘛去那麼生氣呢 結果他也是一樣變更啊 你裡面喔 假如沒有操作 政黨操作 會有什麼事嗎 不能看嗎 你假如去接政權的時候 柯文各國裡面 都會把你誘惑的問題 請問你看到這個鴨瓶之後 你會叫誘惑嗎 你每個發生的細節 請你去思考 當這個誘惑 這個變邪惡的因子出現以後 你的貪念會不會隨之而來 你要怎麼去控制你自己的慾念 從這個兔子開始 你看他是一個很溫馴的動物 可是你知道裡面包藏怎麼禍心嗎 大家看一下影片齁 我會再解釋一下 因為他看到兔子啊 就想到一些貪念出來了 我拖啊 拖啊批嘛 可以做皮革喔 欸 把兔子唱一下這個東西什麼事啊 只要 魔鬼不喜歡的齁 他立刻把它變成另外一個 在人類看來是值錢的東西 欸 他們會觀察 這個魔鬼喜歡什麼 然後投其所好 從中得利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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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可以變一些那個 那個什麼 Diamond 全球出來捏 好 好 也丟過人就是這樣 先把你拿起來變我的 聚寶盆 欸 怎麼沒去 好 什麼 這條你怎麼吃下去了 看因為你需要的東西 可以這麼殘忍齁 這個錢還真的蠻有誘惑的 這個錢還真的蠻有誘惑的 多厲害 連這兵也更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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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等等 勾 隊 他就在BAM 人家說 為了金錢可以這麼殘忍喔 蠻可怕喔 有看到那個魔鬼嗎 這個穩弓嗎 變很多轉角 阿姨喔 阿跟那個墨水喔 都這麼多人 這蠻可怕喔 這蠻可怕喔 越生越多 因為他們帶一些那個 因為我還是什麼 露啊 露啊 都會生那個蛆嘛 阿就越生越多 阿這個魔鬼就覺得 差牙的 阿就再把他們 變造嘛 變一些有特殤的東西 哇 哇 好開心喔 痛了 我會想說 那是不是國民黨的東山齁 阿不 國民黨的東山 為何來 那一空 那空 一山藍綠 這樣 打人打人來台灣 那現在怎麼 全世界 很正的這個 露啊 阿他們的東山都沒信託耶 阿所以都不知道他們來什麼 齁 我都想說 這樣啦 不是可能這樣來的 齁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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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他們人入室齁 你就 沒完沒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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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做的罪行 真是沒完沒了 我這個 我是王的 你把我拱揚裡面 在想對上 要不要來跟他們兩個人聽不懂 快點對我這樣好 這是他們說 有名的動畫師 要讓孩子知道是非善惡 一個生活與倫理 還要讓他們偶單字 做一個非常棒的影片 你看到這個都是虛假幻滅的東西 這種不實在的東西 其實齁 這座台灣人齁 台灣人都撞著 有在他們的問題都撞著 人家就這樣比猶來講 爽 爽 他們去捐這個國舟 他要逼他們兩個 wing 你看 你看 你所賺多少的錢 一切都烏有了 他們是不是活在虛擬世界 現在 這是實際的世界啊 你現在擁有那麼多東西 以後都是幻滅的 你擁擁擁擁擁擁擁 繼續去騙一個妄子 一個妄子 我們把它切斷 大家心裡的感受如何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 跟大家講 貪污就是死刑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可是你不會想要貪污 可是你就會被涉局 你認為理所當然 不是理所當然 不是理所當然 但是這個政體 這個 環境裡面 底下的黑箱作業 你都不知道 我只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 你身為台灣民政府的 政務官公務人員 你只要領我們的薪水就好了 台灣民政府的薪水 其他喔 拜託你不要去摸他 想都別想 裡面有多少的這種 因為我們要去接政權 底下的人會對你 有所維持 有所不滿 你要簽公文 要做什麼東西 要什麼好處 要幫你買收 要請你去母家 要請你到哪裡 喝酒 怎麼樣 拜託你 不要去 你去用設計 你都不知道 簽名 不要亂簽 心裡要清楚 我是台灣民政府的政務官 要像政務官的那種風格 格局 那種風範出來 拜託你 要簽名 不要去 要去賭酒 不要去 要去說什麼工程 要這樣 求什麼好處 拜託你 小心翼翼 我今天講的這些道德觀念 讓大家清楚 就是希望大家 把我們台灣的好的品性品格 風範表達出來 就是喚醒回來 不要在中華民國這個體系 黑金政治裡面 跟他們同流合污 拜託大家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好不好 休息一下